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好有人专门收留这些大型犬 并想办法送出国去给人领养 让这些狗狗可以安享天年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蛮特殊的 他这个月当小天使 台湾的时候长这个样子 到他 你看这个是 他刚到国外的时候就长这样子 然后他到他领养一阵子以后长这样 你会觉得是同一只狗吗 通常养过黄金的人 都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继续养黄金 一种是一辈子不敢再养狗 对 因为那个狗走掉的伤痛是很大的 开心的养哦 爱心的养 罗亚林是狗角印幸福联盟的米书长 每个周末都会固定举办爱心意脉送养会 像狗狗在这里送养 其实我们都已经做完所有的医疗了 然后精片预防针狂犬我们都做好了 对 所以基本上狗狗的身体状况 都是属于健康的状况才会在这里送养 那如果说有一些疾病的话 我们也会跟领养人讲得很清楚 今天摊位后方还有一只 下午刚被救援的黄金猎犬 很老了吧 很老了啦 这个 这一只是我们今天网友通报在猴桶 它掉到溪里面去 然后掉到溪里面去呢 网友就先把它拉上来 现场的时候 里长他们是说它是站不起来的 然后为了两罐罐头 它才有体力走 对 所以它不知道饿了多久了 每一个礼拜其实这种通报都会接不少 所以你现在看到现场的孩子 其实不是来自于松锁 就是来自于路边 那我们还是要请大家 呼吁大家真的养狗这件事情 因为它们毕竟是大型犬 那你想要养它真的就是要养一辈子 然后可以照顾到它终老 而不是像这种状况 又把它丢到那种人烟罕至的地方 一般黄金个性都会比较温馴 然后它如果在外面流浪 那其实都是被狗气 对 被欺负的命运 童童 叫童童童 对不对 好 就叫童童啦 就是在摸什么 摸它 有没有肿瘤 这样摸就有没有 你身体表面上的你就可以摸得到啊 好 可是脚 你看它的脚很没力 所以髋关节应该是有问题的 你要不要躺躺 躺躺啊 我们等一下回家 雅琳 雅琳在桃园找了一块地 致力于黄金猎犬的救援及送雅 你把鞋带来看 它很可怕 它叫Adan 它吃到一碗就是比较棒 园区每天放饭两次 每次都要准备大约80只狗狗的伙食 而且每碗都要客制化 依照每只狗狗的身体状况而有所调整 我会弄错吧 所以它要写那个 太多了 不是因为它可能 今天还有食欲 明天就没有食欲了 所以今天跟昨天的生活会有点不一样 是长不到的 没有 两只狗狗吃长不到 跟我们办公室的狗狗 大部分就是体货 其实身体的吸收能力都有点问题了 然后有时候像他们那个食欲就会比较不好 或者是说呢 他们我们医疗检查以后发现 比方说它白蛋白比较低 需要補一点蛋 那我们就会特调一下 人会生的病狗都会生 就比方说狗也有糖尿病 也有肾酸 然后又有癌症 然后红筋是癌症的耗发群种 十字红筋有八只是死于癌症 还前四小孩 上天后或者abo Jackson 拍摄手 所有的小朋友 那个 beautiful 亲爱的大妈 照啊 犧牲 没有呢 不要想别人的 去 去 去 好 等一下 去弄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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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狗狗数量多 放饭也要分好几批 刚好能观察每只狗的食欲 并确保它们的身体状态 这个食物好吃吗 它很容易吸入吸引肺炎 可是它吃饭又吃得很快 所以我会稍微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安养素质越来越高 因为其实很多被丢出来的狗 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啦 比方说行为问题 脚不好 身上一些疾病没办法治愈的 所以其实留在我们这边 安养的素质越来越高 以黄金来想它的平均寿命 大概在12到13岁 所以比方说这样在国内 你只要超过5岁的黄金 在颂养上其实都会遇到困难 Adam 是我们在南投某单位救援的 那它其实原本是要培训出来做搜救权的 可是可能个性注意力比较不集中一点 所以它就被除名了 那当时照顾它的照顾员觉得很可惜啦 希望帮他们找到一个家 所以就联络我们救援 它已经国外有领养人了 对 所以呢 明天它就要搭着飞机到美国去 对 那我养的第一只狗是黄金 那其实对于我们养黄金的人 会有一句口号就是一日黄金 终生黄金 黄金猎犬其实是一个非常亲人 然后它跟人的互动是很多的 所以通常养过黄金的人都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继续养黄金 一种是一辈子不敢再养狗 对 因为那个狗走掉的伤痛是很大的 以前我也是上班族嘛 就一边上班 一边救狗这样子 那其实我会成立狗脚印 最主要是我之前那个老板鼓励我 我觉得毛孩子的眼神 跟我觉得我想帮忙他的那种意念 我觉得是 我觉得好像是我人生接下来 下一个阶段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平均一年救援数字大概在150到170 所以你平均下来 你就可以知道一个月最少都有12、3支 那曾经最高纪录 有曾经一个月救援32支 刚刚有点看不到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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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伊麦惠当天救援的彤彤 递麻后占据在隔离区 雅玲又和原寺主联系上 但对方目前无法继续照顾 决定让他留在园区 安养终老 那目前的话就是在这里隔离 看他的身体状况 因为之前来真的太瘦了 比较虚弱一点 就是我们协会刚成绩不久的时候 第一个孩子要走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放不了手 可是这几年来 其实是一种磨练你知道吗 就是对于你看待生命 其实会变成另外一个看法 真的是会是一种磨练 你就会觉得 真的无法强留 那其实你该做的应该是在他 还可以吃 还可以跑 还可以动的时候 让他有好的生活品质 你在每一个孩子离开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感受到无力感 然后当然还有有时候 其实我们会想要说 我们想要让园区变得更好 然后可是经费不够 那你就要必须要去取舍 我觉得那时候的无力感 是会比较累的啦 对 那你有时候就会想想 我干嘛那么累呢 可是你再回头看到他们的眼神 你就又会继续下去 他去哪里 他去医院 园区狗狗的数量多 雅琳几乎每天都会跑售医院 带狗狗来看病或做检查 医生 我们来了 好 这是园医生吧 好 然后 那怎么变成狗狗 他超开心的 那个 你先帮我抱上去 看医生有给他止痛 可是我止痛要的 老师说他的知识跟他的东西 其实他很了解 那我们会很直接的讲 我就说你这个不对 为什么 他就会直接跟我讲说 那你觉得要怎样子 你懂吗 当然在过医疗的过程当中 都多多少少有冲突 但是他是一个 就是你经过冲突以后 他会知道他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是说 他是主人 我是医生的 应该是说我们比如像是一个家人 或者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可以沟通的东西是很多的 索地 他距离上一次血检有一段时间了 帮我抽一下看一下 因为是止痛药也是一段时间了 好 OK 我想看一下他的血液状况 你比医生还了解 知道要血检 那个医生常常夸奖我 跟他差不多了 对 他们有牌而已 不错 可能会 所有的经验都是命换来的 经验 真的 就比方说这只狗生什么病 他会走到什么状况 对 都是一次一次 经验累积而来 所以我的兽医常常都会笑我 说你为什么不去考兽医 你的临床经验可能比一般兽医多很多 他的想法就是只要能喂狗好 他就能尽地做 有些人会觉得说 碍于金钱的部分 他会觉得说 你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钱 你没办法做医疗 但是他们会先想到说 如果他有机会 那就给他机会 所以他们的园区有很多的重症 或者是状况不好的狗狗 其实你给他机会以后 他就是送养到国外去 或是送养到可以照顾他们 接下来照顾他们家的家人 的情况下 今天的桃园机场特别热闹 有五只被人遗弃的黄金猎犬 在亚灵堂的照顾与亲信下 准备搭击出国了 检疫输出证明 就是我们狗要飞之前 其实要先到检疫局去检疫 然后确定有打狂犬 对 然后身体是健康的 没有一些传染性的疾病 才可以飞 每次送狗狗出国前 亚灵都要事先寻找一位 善心旅客担任护权大使 让狗狗跟着他一起报到 顺利搭飞机去到国外领养人家 第一次带来 然后我是在检疫局那边 我当义工 也在那边 你也在那边当义工 他们通常到检疫局的时候 我会去帮忙接他们 然后把他们交回给新的家庭 所以很兴奋 第一次当护权大使很兴奋 到提领行李 然后托特会帮你推狗 到第二个海关 那第二个海关的话 你就会连同这一份海关信 跟我刚才那个绿色的 你就拿给海关看 好 然后通常海关就会问你说 你为什么要带狗来 然后你就说 对对对 你就说这是Rescue的狗 然后你只是职工 然后他会问你有没有收费 没有 你还付了钱 对 通常就是这样子 跟这里 一 二 三 四 再来 再来 来 Adam 进自己的笼子 来 Adam 拿出来 来 梅哥 来 梅哥 来 梅哥 来 不要 放封位 不动了 来 进去 来 进去 其实宋姬最怕遇到的就是 他不进笼子 他明明是一只很乖的狗 你叫他往东 他一定会往东 他往西就往西 可是在那一刻其实 他是了解 他要跟你分离的 第一只送狗出国的话 其实哭得要死 对 因为你照顾那么久 你照顾即使说短短的三十个月 其实都是有感情的 可是后来你真的 我觉得 你要能够调整心态 去面对死亡 面对离别 就我们其实有一句名言就是 生离总比死别好 所以像现在我们会觉得 送狗出国 其实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说 他等了那么久 终于有机会 可以去享受到他家庭 他的家庭生活 得到他原本应该有的待遇 所以像现在 我们其实都算是开心的 到的时刻了 我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Edden 拜拜 要幸福啊 出去外面有很多草皮 可以给你跑 不用担心 Edden 拜拜 路拔 这两年好流行空拍 从空中俯瞰大地 视野真的很不一样 是啊 像在嘉义啊 就有一个人 他看着空拍 靠自己的力量 来做空拍的工作 拍自己的家乡 甚至还出了一本书 很不简单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竹琪就是我的故乡啊 我觉得 我的故乡是最美的 然后我也希望 能让更多的人 看见竹琪 我一开始拍灵铁 最早其实是看见台湾这部电影 我看了它 因为它其中有几个画面 是拍我们阿里山铁路的驻山站 那时候给我一个很震撼的东西 就是说原来空拍起来 它的画面是那么不同 它是没有拿到任何人给它资助 赞助或是薪水 它就是 它就是全部都是自讨药包 然后就发自内心去做 觉得应该要做的事 做对的事 我觉得它就是在帮竹琪写历史 在帮竹琪做未来五十年的老照片 好 不好意思 那个乐台可以进去空拍吗 乐台可以 但是轨道区不可以下去 好好谢谢 谢谢 赖国华是嘉义竹琪在地人 基于对家乡的热爱 它利用闲暇时间带着空拍机 相机 记录阿里山森林铁路 及逐旗的人文特色自然景观 你第一次自己飞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什么 满满紧张的 而且看到的画面会是完全很 就是跟之前想象的完全是不同的 就是满满震撼的 平地看就是这样子 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会完全不同 而且一些地形地貌也因为会空拍来看得到 赖国华空拍阿里山铁路 及家乡竹琪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 有职业空拍摄影的水准 然而你想不到的是 他的正职是竹琪湘公所的资讯人员 喂 你好 好啊 好啊 我去处理 好 好 拜拜 诶 这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要开支清洁官费 好 这边都 互数这个也对了吧 先不要推进去 我把里面的资料先删掉 正常 好 OK吗 好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 我到这个公所已经二十几年了 我那时候大学一毕业的时候就进来这边了 任何跟资讯有关系的宜兰杂症 都是会帮他们去处理 那像现在这一台就是 听说是开机开不起来 能把比如说有问题的电脑 在你的手上把它修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嗯 这样就修好了 都可以动了 别看赖国华在维修电脑 操作空拍机与摄影时 一副架倾救手的模样 其实他的左手 天生就有缺陷 听说是我妈妈在怀疑我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住在阿里山 那以前山区就是没有医院 没有医生 那他那时候怀疑我的时候感冒 他就是去买感冒药 然后就吃感冒药去伤道 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手没办法伸直 然后举纲 但是我会觉得可能上天 给我这样的安排 可能有他的道理 那我就是想说就是克服啊 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阿里山铁路的那个独立山 因为火车开到这边的时候 他会遇到这个独立山 但是因为火车没办法直接爬山 他的坡度没办法爬得很陡 那么他就必须绕着这个独立山 在那边回旋一直往上爬 所以造就了这个独立山是一个克苏的功法 他是阿里山铁路四大功法的其中一个 他虽然叫阿里山铁路 但是他其实有三分之后 都在我们竹琪箱的境内 他在那边绕在那边走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是跟竹琪箱的关系是非常大的 即使鲜熟空拍机的操作 然而阿里山区的天后地形等环境因素 要拍到银铁美丽的空拍画面 还是让赖国华费尽苦心 我前前后后来这边拍了二十几次 那拍那个阿里山铁路最困难的就是 因为毕竟都是在山区 就是它的天气 就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时常就是有雾霾 那另外就是我在制作那个独立山的四回旋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无风的状态下它可以悬停 那另外就是说它的班次少 一天只有一班车 我有几次就是被倒霉电赶快紧急降落 然后要换电池 电池还没换好的时候火车已经又来了 然后那一次就完全没拍到 一分隔天再来 除了寿齐柏林看见台湾记录片的影响 空拍零铁的另一原因则是 阿里山森林铁部与赖国华家族的深厚渊源 我们家前两代都是零铁人 我从小其实就是生长在零铁家族的这个环境 我爷爷是他是盗班工 他就是维修铁路最基本的那些盗班 那么我爸爸是在足旗建工区 我爸爸他的职位应该是属于那个司机 虽然他可能现在不在了 但是我在看这条铁路 可能就是会看到他的身影这样子 李军 嗨 好久不见 对啊 赖国华不仅利用行侠空拍零铁 主题之美 他还有一个出书的计划 其实我拍零铁就是 这两三年来拍了很多张 很多很多的照片 应该一两万跑不掉 所以我最后是想说 不然就是把它集成一本书 让市面上想要 有想要对他有兴趣的人 然后可以去了解 我之前就是有跟朋友 就是拿你的图片给他们看 真的喔 他就超爱的 真的喔 真的喔 我觉得很感动 是喔 那时候我就是去那个主席公所 然后当他的工资生 就是他是做那个电脑资讯的 就是当他的助理 然后修电脑 组装电脑 还有重灌电脑等等的 然后他人非常的好 就很热心的教我很多东西 对啊已经十几年有了 就无论是工作上生活上 或是感情上 我们都会就是一直在交流这样 对啊 那画面的部分啊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主要就是 我朋友有人建议就是 我的那个顺序啊 可能就是前面的部分 要调到后面去 那目前进度的话 出稿都完成了 那接下来就是把 最后的文字都run好 检查就是叫稿过后 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个调整 好 我们就可以一刷了 他是没有拿到任何人 给他资助 赞助或是薪水 他就是 他就是全部都是自讨药包 然后就发自内心去做 觉得应该要做的是做对的 而且在地人都没有看过 从空中看铁路这么美的画面 那么后来我就是想说 不然就是用 自己的力量来推出这一本 虽然可能不一定会 销售会很好 还是卖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的木壁 不是为了赚钱 我只是想要 推广林田这样子 我听完他的演讲 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 你知道 能够感动现在人的事情 真的蛮少的 然后觉得 我真的觉得 就是很激动 觉得说 一定要记录下来 然后就跟他说 我们来做一本书 我免费 就是全部都把你编辑这样 各位志工 官大 大家好 我上一次有来那个 讲一下看见那个主体这一部分 不过上一次就是还没有讲 这一次就是来讲 后面的部分 除了空拍记录阿里山森林铁道 赖国华的另一项计划就是 空拍记录家乡主旗的人文特色 自然景观 他更利用各项演讲机会 将家乡的美介绍给当地长者 这张就是很新观音部落 这张很像 其实我当时在那里 我没想到说 很新观音部落 我就是 就是那后 我当于工作的时候 我们同事在说 这张很像 很像 你如果去莱保鸡 你看 莱保鸡 你看他最观音乐 就是太空山 太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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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小时候 我看到 奇怪 在哪里有一个太空山 我就说 外太空的太空 他长大才知道 他那是叫做 太空 讲什么 太空 我们会邀请国华好 来上我这个课程 最主要的就是说 第一个他是我的同事 他是个铁道名 是个摄影名 那我们对他很了解 其实真正把它融入到 我的乐林学习中心的课程 是因为 我们竹琪香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景观 观音瀑布 那再一次我们就是 会议里头 然后把这个影片播出来 苏珍我第一次看到 我真的就是觉得 就是感动 我想把这样的画面 带给我所有乐林的学员 或甚至扩展到我们整个朱琪香 这就是那个土地公廟 就在这个地方 传统的厨 应该是这样的 旁边的景观 这就是那个土地公廟 在这个地方 传统的厨应该是这样的 旁边的景观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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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很清晴 对 对 看得很厉害 很厉害 很漂亮 我也看过空拍 看不看 你还在那里 我们的车工车 还在那里 对 我也不说空拍 看过了 因为我家 应该看不看 但是空拍 看得比较漂亮 对 对 这个课程 我至少听了 八次以上 那其实我每次看完 我 其实我每次在做 结束的时候 我真的 其实我在讲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哽咽 那要偷偷 稍微拍一拍 有一个小小 当然有办法 来做这个工作 所以这话 可能没有回馈 没有 没有任何的酬劳 没有任何的酬劳 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 记录的工作 我是在地人 我是足气人 我其实拍这些就是 算没有别的想法 蛮单纯的 我就是想要介绍 我的家乡 那可能 我现在记录的 可能以后就是 会是一个历史的东西 我们国号老师 是一只 遨游天际的深海鱼 借着他的空拍机 带领我们的饰演到 我们整个足气箱的 下进 陆拔 要如何去帮助一位 因为受伤而终身残障的人 走向阳光呢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或许就可以帮助他勇敢迎接挑战 就好像钓珠一样 以前的人一门嘴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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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想 那样 很好地 很重要 这好都很专心 那也是都这样 米的旁边都很阳 都很阳 那些都说 啊 没什么弄 那样 看开了 对啊 直到尾 就是说 啊 那就大家一直高了 出来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让他生气到好 那样 倒山 港 倒山 港 塞 阿桑啊 阿桑啊 多亮地耶 他不放心 他下午應該還會來看 坡度太多 不管是你用推的 還是我們天空而已 都真的很危險 搞不好會向後翻這樣 危險程度很高 像這個木棧道 木棧道也是都是 你看 都爛了 都腐朽了 當然這個很危險 不單單是輪移族 就是一般的人那也很危險 而且又有鐵釘 那個釘子那一大堆 真的很危險 就是我們希望說 能趕快改善這樣 不得了 動線啊 動線啊 停車可以站啊 動線啊 像走道就很寬 这个这本来就是拖到都比较多 像这个就是标准的 我们接下来就再看 我有个建议 少一个四丈人 四丈 苗栗县无障碍关怀协会理事长呂万春 今天带了几位身丈朋友 来到一家观光工厂 实地体验一下参观环境是否友善 是一台车而已吗 对 我建立我现在头一边来几岁年前 是啊 两岁有 像这个宽度都够 这边就是它动线嘛 动线现在就是宽度 它这个宽度够不够啊 那我们 譬如我们来讲 我们都是手双开以后 它如果超过这个宽度 就大概这个宽度就够了 如果以分数来讲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这样 现在比较难 它这个也都做得都不错 三年前 刘万春向县政府申请友善商店 亲善服务计划 希望将苗栗地区的友善商店 登陆进APP 让民众与游客畅行无阻 法规上规定是说 在转角的地方 就是要有一个立体的牌子 像这个立体的牌子 你要设在那个柱子 因为我们这些水观光区域 会有人流动 万一人去碰到立体板 会有一定的危险 它有两条那个 好像铁线下来 踢一个牌子 从那边 从那边 掉下好像就好了 有善商店的评估指标 包含出入口 动线与环境 桌台 电梯 厕所 停车位 充电座等 经过吕万春一年前的反应和沟通 店家也很配合改善 我们更新两个按钮 还有我们这个洗手台的规格 也从全部换掉了 然后这个台子先做的 然后再次感应水龙口 就是要给拿拐杖的靠这个铁 对对对 没有这个铁整个 怕这个就放下去了 所以它这个几乎都已经 都已经那个 安全 对对对 无障碍厕所是大家最关注的设施 够不够方便与安全 体验一下就知道 这样就可以洗手了 它感应式的 所以说几乎真的很棒 谢谢 像这个 高度什么都适合我们 以我们来讲 我们是使用最严重的一群 像他们都还 虽然说他们手 像我几乎手都不方便 我是瘫痪的 像我要洗手 它如果用转的那个 我们就没办法转了 它是用这样 你看我们就可以 有没有 洗手洗手 然后又可以自己关 58岁的吕万春 是颈椎以下 全部瘫痪的脊髓损伤患者 1983年 他刚退伍不久 下班后骑机车回家 被一辆轿车撞到昏迷 所以小的妹妹来国小三年级 怕的也才五年级 家里以后那时候真的很穷 做田的拿什么钱 所以受伤以后就一团糟 像我们这种后天的 几乎大家哪里能接受 大家几乎都曾经有过 自杀的练脱 这个大家都有 索性在1990年 有一群脊髓损伤的朋友 来探望吕万春 意外为他带来生机与商机 我想说他都跟我一样 然后还少了一只脚 人家都可以走出去 生意做得很好 他来只有一句话 说我们头还好好的 为什么不能走出去 我只听这句 我就听 我不是说他在卖轮椅吗 他说你可以去做生意 我马上定一台 决定走出幽暗世界的吕万春 脑筋也灵活了起来 他想到起重机的天车 可以帮他从床上移动到轮椅上 既省力 操作又简单 很简单啦 就好像钓珠一样 以前人家没丁 不是这样 烹起来 就自己想这样 第一天买这个轮椅就出去 就做到几天就做到一笔生意了 他买下去以后 他又找他朋友 他朋友又说要买 曾经一天卖这个轮椅卖四台 一天 所以那时候有一段真的是 还不错的那个石瓜 贵人的一席话 让吕万春找回了身体的自由 也找到创业的契机 但是身体的病痛却没有减少 只能在忙碌中暂时忘记 男人在家中暂时忘记 如果小针没剥 就是要立体这么大 这么大针就是钢多 还要刮 如果它剥一小小的熟掉 他不用这么多工 做不去就是这样拖 做不去就是 老大担 老大担再来割 这个约有六分地大的 疗育农员 种植了许多当季蔬菜 农员的管理员 是今年78岁的吕陈梅 也就是吕万春的妈妈 翻土 播种 施肥 除草 收成 老人家一手包办 其实刚开始也不是说 有刻意要去成立这个菜园 就是98年就是妈妈 她就有种一些在我家附近 大概种面积应该 差不多一两百坪而已 可是她就是很会种菜 没粿啦 没粿没粿 菜种出来就很漂亮 然后大家都喜欢 她就说一颗给我两颗给我 就无形之中就很多年了 那时候我就来另外一个 这个社团服务嘛 服务我想说 每次都送物资 有时候就送一些菜 他们也好喜欢啊 吕妈妈为了挺儿子做公益 这十年来照顾菜园的花费 都是用自己的私房钱 也不接受别人的捐助 人家吃菜的人都 都要拿我母的胃 我母说叫她拿去花 我们就要做爱心 你再拿花钱 我们做的是要花 你知道吗 想起刚出车祸的吕万春 曾经命在旦夕 如今儿子能够活下去 做善事 做公益 妈妈说什么也要全力来支持 我让你去 这十年来 吕妈妈栽纵送出的蔬果 估计超过十万台金 从母爱出发的扇形 如涓涓流水 滋润着受帮助的人 我们要这个姜汁 对啦 给瓜皮 它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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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姜汁 它就没有了 那算得有了 要怎么说 有才一样一粒没力 我啦 嘴里也来 它们常常在送 长期的不是一两次 每个月 应该是每个月 菜是它种的 可以输丢都拿出来吃 给我们吃 苗栗拥有很多观光资源 吕万春也很关心 观光景点的 无障碍是否完备 一旦发现问题 就会积极向县府成情 希望能够改善 这个路就是 轮里不能走 你如果真的一趟 轮里要有人回来 也不能回 轮里也不能回 那怎么办 我们实地走了一趟 子母隧道 登上景观台 风景真的是非常优美 再往前走 无人看守的 骑顶车站就在眼前 但是 进出月台 必须经过长长的楼梯 这也是吕万春 急于解决的问题 竹南镇龙凛鱼港的跨港景观桥 红色的帆船设计 与转动的白色的风漆 构图醒目 也是观赏夕阳美景的最佳标的 你看楼梯 楼梯可能不怕什么 因为这个是潮汐港 你如果退潮 你船也不能出去 对啊 像现在就退潮嘛 2016年 吕万春就发现 行街北侧提岸木栈道 有10公分的高度落差 不便伸张游客 以苗栗县无障碍关怀协会 名义反应后 有了改善 后来我反应以后 就是说 游官他那里反应很快 他应该是 应该差不多一个礼拜 他就把它做完成 那当然下面还有那另外一块 就是其实那个也是坡度太多 不要认为我们都很少出来 是因为你的设施做得不好 你如果设施做得很好 我们畅闲无阻 根本就大家都会出来 其实我们也可以 每天游山玩水什么 真的也可以啦 只是说 妈妈做得很高兴 那我们也做得很高兴 那就继续做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是陆霸 陆光草 我是小布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学传播 最后一期的演唱 我讨厌之地